对吧 对吧 哇 酷 酷 给我5 Y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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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玩射箭投壶 小新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巴黎所罗门罗斯查尔德公馆的中国之家 今天呢这里迎来了20多位法国的青少年 一起来体验中国传统文化运动 那在现场呢小新看到了一项特别的运动 这个是起源于宋代的一项球类运动 名字叫做锤丸 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主要是一个击球入洞的一项游戏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咱们中国宋代的高尔夫啊 没错 你就是冲着那个前 冲着这个 胳膊直起来一点会比较好 对 然后这样吹出去 没打到 投湖是中国古代将箭矢投入湖中的投掷竞技活动 然后它是从设里演变而来的 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中国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 并且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都是非常流行的活动 就是以剖线的一个方式去投的话 可能会更有一些 对 太棒了 我们刚才遇到了一位来自巴黎的朋友 Gigi,对吗? 对 对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来这里? 我来这里因为我是兼职的 French national team 的Genzé 所以我们来这里做一个示范 在中国宋的宋室 我们很高兴地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宋宋室 从美国和中国的宋宋室 所以我们曾经经过这些 传统的中国宋宋宋室吗? 是的 我现在已经8年了 现在我们可以分享中国的宋宋宋室 和大家 也能发现其他传统的中国宋宋宋室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兴 对吗? 好 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区是七扇区 那我们所展示的呢 就是扬州七夕修饰季 这个国家非物质融化遗产 所以我们就是用七扇的形式 来呈现这个区 那您可以先选择一把您喜欢的扇子的形式 好 可以移住到这边选两到三种 您喜欢的颜色 然后是蓝色 哇很漂亮 旋转还是什么 就是左右摇摆 左右摇摆 放下去是吧 这些的话可以稍快一点 好 哇 很赞 很赞 很漂亮 刚刚呢小新已经拿到了我的七扇 老师在上面提了三个字 义花都 也是把小新的名字和巴黎的别称 融合在了一起 特别喜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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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呢我们在中国之家的活动可谓是精彩分成 我们在这里不仅体验了多种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活动 还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是啊 正如刚刚一位法国的朋友所说 体育呢是最好的媒介 它跨越了国界和语言 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友谊的桥梁 那在这里我们也预祝巴黎奥运圆满成功